如何看待人大代表建议取消罪驾入行 好家伙 最近以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呢 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取消罪驾入行的建议 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为取消罪驾入行奔走相告 那问题来了 罪驾到底应不应该取消呢 这位朱代表认为呢 对于那些喝醉了开车的 但是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就好了 比如加大法法力度使劲拘留 就可以达到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会有的目的 要体现刑法的罪行相适当原则 它只是具有潜在风险 还没有实际造成嘛 就入行这也太重了 我个人认为呢 这位律师可能是平常帮罪驾者带领的多了 你怎么又进去了 我个人呢是坚决反对取消的 首先 罪驾入行已经十年之久 大家对于罪驾之害及其后果 已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 刑法不仅是惩罚之鉴 更是引导大家行动的指名灯 十年之后突然取消 会使刑法在立废之中 模糊它的引导能力 罪驾也没事了 再试试 其次 仅具有潜在风险就入行 是否过重呢 我个人认为呢 对中潜在风险入行 非常符合刑法的罪行相适当原则 尽管仅仅是潜在风险 但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呢 醉酒驾车的人 极易存在手脚失控 远是事物立体感发生误差 反应能力下降的问题 非常容易发生重大的交通失误 这要成功的孙伟明 醉酒无证驾驶 造成四死亦伤案 南京张明宝呢 酒后驾车只无死四伤 这种案例太多了 没有人想伤人啊 但醉酒驾车 他们能控制得住吗 致使无数人民群众 人会驾驾 这种可能性非常高的潜在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若可行 难道不适应吗 我有钱 我是地球人 喝完酒 地球是我的 最后 说什么加大罚款力度 拒留 罚款是吧 给 多少都给 咱有钱人 咱就不缺钱 那法律还会对他有警醒效果吗 没钱的呢 不就进去待几天吗 管吃管重 里面的人说话又好听 出来继续 保不准 下一次的重大跟踪事故 就是他们 你们支持 罪嫁取消入行 建议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成为合法职业 好家伙 这建议呢 我其实还挺支持的 再说一下这位代表的观点 因特殊室友 比如照顾失能的父母 配偶 因特殊的时期 比如三岁以下 普鲁幼龙教育期 你辞职回家了 他在家庭全职的服务的成员 可以享受功能累积 及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 而作为被服务对建的家庭成员呢 如果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才育 还可以提取一部分 视为对方的服务费用 也就是说啊 我回归家庭了 你老婆 应该按时给我支付生活费 这个是我应得的 法定的 不是我死期白脸为你要的 我可不是吃软饭的 咱俩是平等的 nice 咱这个就举个例子 现实中呢 其实女性当家庭主妇的更多 这个呢 其实让女性呢 在家庭地位中更加平等 当然我们男性也一样啊 不是谁赚的钱多啊 谁就说了算 你赚的钱的一部分 也我赚的 哈哈哈哈 公主妇还让他们呢 获得一些工作成就感 我瞧啊 我觉得挺好啊 就业率可以实现百分之百了 但是你这个 如果说两个全都全职 那就不太行了 还有人说 你这个是不是得设置一个试用期啊 光提收入了 你这干的也不行啊 能辞退吗 这当然啊 这个在法律上 意义其实不大 不管你们谁赚的钱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你俩一人一半 主要是国家得掏钱 给你交社保啊 关于这样的建议 你们支持吗 孩子被困自动售货机 家长索赔一百万 合理吗 火 一百万 这也太离谱了 前几天呢 云南昆明的一曹女士 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 在小区里玩 这个孩子去哪了呢 就找啊 就竟然发现 被困在一台 自动售货机的橱箱里了 啊 这怎么回事啊 啊 曹女士呢 调取监控一看 只见一个小男孩啊 按了这个自动收获机 灭板上的钥匙孔 还朝着橱箱的门 弓弓 踢了几脚 怎么不戳东西呢 啊 而记起的儿子呢 竟然打开了操作灭板 爬进了橱箱 另一个小孩 哟 真真好奇啊 就给关上了 结果就戳不来了 就被困在里面 足足九分钟 所幸 这个物业和陆林的协助下 孩子最后被救出来了 本以为啊 曹女士还能感谢一些大家 可谁知道 曹女士直接不干了 自动售货机 怎么能放在公共区域呢 多危险呢 这一个个小门 小孩肯定是会往里面钻的呀 绕着孩子受到了惊吓 那不行 要赔我一百万精神损失费 好家伙 直接把我看蒙了 自动售货机 不放在公共区域 难道要放到你家呀 那问题来了 这个物业或者商家 应该赔偿嘛 那就要看了 这个自动售货机 放在这个公共区域 与这个孩子钻进去 受到惊吓是否有因果关系呢 嗯 手下 这个自动售货机 本来就是有公共属性的 而人家放在这个公共区域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确实 应当设置一些安全提醒 或防范措施 但主要责任 还是你这监护人啊 六岁的孩子出去玩 不应该看好吗 还要人家赔一百万 这真的就想多了 我不得不说 当父母真的需要资格证 把持证上的 如果每一次说事情 不去反省自己 反而想着转嫁矛盾 用索赔这种方式来自我宽慰 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对于这件事 你们觉得到底是谁的责任